一般我們在鉤子上加粒珠 目的可以避免一件事就是 那個粒圓是直接 跟鉤子碰撞 撞得多的時候這個位置 就會放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我們 然後呢 就會是加粒珠 作為一個緩衝 而令到你抽的時候 不需要整天撞死它 這樣活動性會比較大 好,但老實說 一顆珠 所以這個角度也可以令到 鉤子在海邊 壓底的時候 就不需要角度太多 太斜 那魚直理就沒有什麼 但有時候呢 有些人會覺得 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位置太緊 會頂罪 這個只是心理上的作用 但是這個心理呢 是不能避免會產生的 所以呢 我教大家 放一個 就叫做 線檔的檔結 怎樣做呢 就是 那條這樣 大約是十吋 六吋 六吋 六至八吋 先在這裡 打個位置 然後呢 一顆珠 和鉤子中間 放在這裡 接著呢 就轉五個圈 然後呢 就是 索實它 在我轉這個位置 索實它 好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 有個檔在這裡 那般上呢 剪掉它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你可以利用這個 豬的位置 令到鉤子 可以離開了 那個圓 而在有時太緊流的時候 的話 你會發覺 這個可以活動性的 那你太緊流的時候 的話呢 就不用說 那個鉤子 頂得太緊 沒有了去位 而太緊流的時候呢 你就算拉得很橫也好呢 這個位置呢 都還可以飄飄地呢 其實一樣是說 有機會呢 是被魚吃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這隻擋豬呢 除了是說 平時 OK 可以不可以 令到這個鉤子 頂住 這個鉤子之外的話呢 也都可以做一個作用 就是在這裡 放一個擋結 然後就變成 好像一個 就算你有時 轉了到一個釣雞魚也好 你太緊的話 釣不到的 OK 你馬鈴釣在上面 但如果你把這個位置 升起它的時候 的話呢 離地 那你釣雞魚的時候呢 都一樣有一個作用 在這裡的